这是荷兰队在欧洲杯前的第三场热身赛 之前的两场热身赛 荷兰先后赋予了半夜莫尼黑和保加利亚 历史上荷兰与斯洛伐克只有一次交换 那是在2010年试点杯1%决赛中 荷兰队也2比1战胜了斯洛伐克 值得一提的是 本场比赛是斯梅德代表荷兰队第83次出战 这也追平了前辈克鲁尔的出场记录 进入队时排名前十的 开场仅两分钟斯洛伐克闲些破门 队长哈姆西克的射门打在门柱上弹出 荷兰队逃过一截 5分钟后荷兰队获得进球机会 阿费来走路突破 环顾对方后卫后船中 对方后卫在解围时 却将皮球垫进了自家大门 凭借这个孤龙球 荷兰队上半场1比0取得领先 一比赛战范马尔维克率先做出了调整 菲言诺德中为弗拉尔出场换下了老将爆马 随后斯内德在对方中为萨拉塔 争抢投球时受伤 范马尔维克随即用范德法特将斯内德换下 替不上场的范德法特在场上十分火焰 第69分钟他在对方进去前突破 为荷兰队赢得任意球的机会 范德法特亲自主罚 可惜球打在恒阳上弹出 荷兰队错过了一次扩大比分的好机会 5分钟后荷兰队再次抓住了进球的机会 建功的正式替补出场的范德法特 他与队友经过巧妙的短传配合之后 创造了机会 范德法特在对方门前强点一脚低射打进一球 为荷兰队脚比分扩大为2比0 这也是范德法特第95次代表国家队出场 收获得第18的进球 最终2比0的比分保持到中场 荷兰队迎来了欧洲杯前热身赛的首场胜利